二點多 竹聯邦掃堂前副堂主 在自家門口燒金紙 遭到三名惡煞持刀砍成重傷 三名歹徒立即跳上前來 接應的計程車揚長而去 知情人其實早有預謀 三番兩次勘查地形 不是自己開車就是搭計程車 警方以車追人 發現其實載人的司機是同一個 就由他下手調查 四天後一舉收網 如果搶你的話 你就安排人家砍他嗎 這樣對嗎 他是砍人的29歲 林姓祖賢也是地方角頭 後頭的則是負責接應的 陳姓計程車司機 當時砍人動機 全是因為被害人到北投賭場賭博時 雙方起了衝突 甚至還怒嗆 讓林姓祖賢心聲不滿 才會策劃看人報復 祖賢落網時 仍還在基隆八斗子漁港釣魚 警方調查發現 先犯策劃謹慎 8月27號先開車 到被害人公司附近 勘查地形 29號大計程車 原本要下手 但因為找不到人 宣告失敗 接著連兩天埋伏 直到2號晚上 搭計程車動手砍人 祖賢和被害人 都是幫派分子 其中是否牽扯到 黑道地盤相爭 或是利益糾葛 身中六刀的 無姓黑幫大哥 背景其實不單純 12年前 帶頭到機場 抗議連戰 出訪大陸 造成機場大廳 大混戰的就是他 12年後 看似推出江湖 卻沒想到竟然在自家店門 遭砍 一度讓轄區警方很緊張 都是年輕 所以患賢77年次 比較年輕 是不是因為血氣方剛 因為糾紛之間 要討回面子 才會這樣五次來埋伏 行凶 究竟只是單純賭博 遭嗆 才會份兒計畫報酬 還是其中牽涉利益糾紛 隨著主賢盜案 將一步步揭開黑幫 爭奪地盤的地下秘辛 記者陳家豪 陳紫芳 台北報導